欢迎收看今天的文献世界财经周报 首先我们先来看前一阵子为大家系列做出的三中全会的报道 但是呢虽然三中全会里头对于环境污染的整治 我们也特别提到了是这些三中全会非常重要的决定性改革的一大部分 但是所有的改革都还没有来得及开始 在上个礼拜整个礼拜下来在冷风气下来之前呢 中国有半壁江山不只是在北京一带 是半壁江山全部都进入了埋害笼罩的状况 甚至已经在华东地区的上海都进入了重度的污染 那么这将会使中国呢变成非常严重的健康的肺癌问题之外 也使得中国的环境治理可以说敲响了警钟 专家认为呢如果不投入GDP的2%的话 中国未来要整治埋害的困难度会越来越高 而即使投入了GDP的2%中国要整治埋害 现在进入了高峰期 那么你要让它拉下来的话 时间至少要10年到20年 这不是我们偷懒不换画面 也不是你家的电视机坏了 观念发生了什么事情 别指望你的双眼只能够听声辨别 这种天苍苍是茫茫的状况 中国人应该开始学着见怪不怪了 污染的情况是从11月29号开始加剧的 那么可以看到深色的部分为重度污染的地区 集中在中东部地区 12月3号 中国的南北同时出现了大面积的雾区 在这张图上面的颜色越深代表浓度越高 跟过去雾霾主要出现在北方的状况不一样 这一次啊中东部是重灾区 今年年初当破表的PM2.5指数让老外纷纷逃离北京时 谁也没想到秀丽的江南水乡竟也躲不过雾霾入侵 确实蛮糟糕的 我是从北京想躲开那个比较严重的雾霾 到上海定居 我看也不逊色北京嘛 黄浦江两岸云雾缭绕的景象 让网友忍不住感慨 12月份以来上海的空气质量指数 两次达到了六级重度污染 创下了历史记录 登上新建中的上海中心 边上的环球金融中心经贸大厦和东方明珠呼影呼现 远方则什么都看不到 根据中国气象台统计 仅在12月的四天时间里 中国就有25个省区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雾霾天气 相当于二分之一的国土都被PM2.5笼罩 其中也包括了被视为天气优等深的海南岛 海口三亚跟琼海接连沦陷 以往集中在北方的雾霾天 这次华南地区不但没能幸免 情况还更严重 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这个南方地区没有这个财暖 但是工业的排放也是比较严重的 像这个火力发电 然后一些工业粉身排放都有用霉的地方 雾霾这个污染这样一个原因呢 应该是说是这个污染物的排放 和这个气象条件的这个共同叠加所造成的 雾太大了 找不到家只有用那个微信导航来找家 数而不漏的雾霾让13亿中国人无处可逃 机场公路水路交通被迫关闭 民众出行计划全被打乱 为此中国民航局还发出通知 要求机长必须具备盲将能力 根据中国民航局的要求 从明年的1月1号起 中国旅客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机场 至首都机长的航班机长呢 必须具备二类盲将运行的资格 盲将的大致意义是 飞行员在肉眼无法看清机场跑道的情况下 来操控航班降落 二类盲将的降落标准为能见度400米 云比高30米 这样即便雾霾天气能见度下降 航班降落的概率也将会比以往有所提高 甚至连火车头都得安上抗雾霾的特殊装备 以避免空气中大量重金属粒子跟粉尘附着 影响了车子的通断定功能 中国高能耗的经济发展模式 和民众环保意识的低落 像是连年翻倍成长的汽车数量 终于走到了毒害自身的地步 十二五前两年 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累计下降了5.5% 仅完成五年计划的32.7% 中国高层已经意识到不能再继续走黑色GDP的发展道路了 习近平主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公布的深化改革决定当中 就提出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 而针对污染物的排放要进行独立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 对资源环境压力大 节能减排进度之后的地区 不再审批核准高耗能高排放的项目 对违规新上项目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发展改革系统要严格把关 绝不允许违规审批 要加快淘汰乐后产能 确保明年完成十二五的淘汰任务 2015年再淘汰一批炼铁炼钢水泥等乐后产能 2013年中国的雾霾天数达到了52年来的最高 在全世界排名第一 严重时空气中所吸入的粉尘 比你在撒哈拉沙漠深呼吸一口气还要多 倘若中国的城市污染治理再不下重手 经济方式再不转变 粉尘遮日的状况 至少还要再持续一二十年